观众朋友们 欢迎收看博文焦点 高智慎先生是中国的著名维权律师 他多年来一直为法轮功修炼者 基督徒 农民和私营企业家变化 高智慎先生多次被中共以黑社会的手段 骚扰 遭受了难以言表的酷刑迫害 2006年的8月 他被调下了律师执照 秘密绑架 并遭受了约四个月的酷刑 北京法院 在2006年12月22日 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判处 高先生有期徒刑三年 2014年8月7日 高智慎先生三年的冤狱戒马 但他仍遭受严密的监控 但 严酷的政治迫害 并没有使高智慎先生屈服 2016年 高智慎先生在海外 出版了他的书籍 2017年 《起来中国》 在这本书中 他记录了中共对他的绑架 囚禁酷刑 并见证了神对他的启示 预言2017年 中共必将败亡 同时他就如何建设一个民主现代的中国 提出了自己的构险 2017年的8月6日 高智慎先生 授权傅慎川先生 发布了个人的声明 但令人难以自信的是 8月13日早上 高智慎先生突然在陕西御林的家中失踪 据高智慎的哥哥说 星期天早上8点叫高智慎吃饭 没有应声 进房门后发现没有人 于是他报警 高智慎先生到底现在身处何方 失踪的原因是什么 是自己出走吗 应该不是 因为在他家外有公安严密的监视 既然公安抓了人 为什么当地的政府和警方却表示 他们对高智慎先生的失踪不知情 高智慎先生现在到底安危如何 众多观众朋友都在忧虑 为此我们连线采访了高智慎先生的妻子 耿和女士 耿和你好 对 你好 我是博讯社记者 我叫张杰 我想你现在情况怎么样还好吧 对 我想 我想问一下那个高智慎先生的情况 对 高智慎的情况就是说在我们这个七七一 七七一的凌晨五点钟 我终于给那个大哥电话打通了 因为在这之前的两天呢 就跟他联系不上 联系不上呢 我比如就是找大哥 打通了以后呢 大哥跟我说呢 在他们的星期间八点钟呢 吃饭的时候呢 嫂子叫他吃饭 叫了几时呢 就没有应答 然后到了房间呢 就发现房间没有人 嗯 其后呢 嫂子呢 就给大哥打电话了 因为大哥 就到地里干活去了 那这时候大哥从地里回来以后呢 然后大概是有九点来钟 他就到了警 到了警以后呢 现在就是当地的家庭公安局 跟那个秘密公安局呢 都在马上定义的在找他 嗯 就是我第一次得到的消息 那我就在昨天和前天呢 一直的给大哥打电话 有时候一打通了呢 他听不到我的 我听不到他的 到昨天之后 一次电话打通了 他说现在他们还是很认真的 还一直在山上在找着呢 啊 还一直在山上找着呢 也有这些情况 嗯 但是昨天呢 我们这个七点钟钟 要是在对着对立的山 对北京的那个时间 应该是十点半的时候 嗯 我们家里面又给当地的 秘密公安局呢 打电话都没有回 都没接 是这样 那就是说现在高智慎先生的状态 目前还没有信息 没有信息 对 没有信息 嗯 就是您发现以后 失去联系了 反复跟中国方面的警方 政府相关部门联系 但是目前还没有 信息能够确定 他在什么地方 和他的状况怎么样 你们都还不知道 对不知道 我们在打电话 他都没接 当地公安局啊 也报警了 都没有人接 是这样 昨天我们 昨天从下午 我们从下午开始 嗯 嗯 嗯 你一直在 在做着 也把这个消息 通过他的推运 也走出去吧 是这样 呃 耿和我想问一下 就是高智慎先生 出狱以后啊 呃 他是不是跟外界仍然保持到隔离 他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呃 他的这个 他这个软件的状态呢 他 他直接呢 他没有跟我讲过 嗯 他在不管多久 你希望他都给我讲 嗯 他总结了给我讲了以后呢 呃 给我增加我的经线复党 对 嗯 嗯 所以他 他能做的就减击我的负担 嗯 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 从他过去的三个呃 三次的那个偷偷的出去去看牙子 被堵了回来 啊 这种情况 那就一直就有要跟踪他的呢 啊 我听说呀 我听说呀 我听说有一位网友去看他的时候呢 还在那张盖出来的一个小房子 都能去盯着他 就是从网上一个网友给我说的 还有就是说在在金融的圣诞节吧 就是有一个热情的网友呢 就是想呃在网上呢找到了我们 跟海这些视频 想把这些视频呢 想作为圣诞里头送给高知生 嗯 那他在村外面守了两天的时候呢 呃他一直没有进去 他就他按着他要说的就是呃路口上 他都有车啊 作为队友探照灯啥的啊 嗯 这是就是一个网友的这个消息 然后我就把这个网友 跟我讲的这个对话呢 我放在了我的就推特中 是这样 嗯 那就是说高知生先生出狱以后 实际上一直在被远近 在三北老家的一个窑洞里是吧 对对那是他大哥家是 对他大哥家是吧 一直被呃远近在 实际上他是没有自由的 对那个不允许他看牙呢 他三次的偷偷的看牙都给结了回来 逢年过节也不允许他到他姐姐家 要他自己家去都不允许就在那待着 啊就在偷离待着 嗯 那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情况 他最糟糕的就是这个牙 牙子 非常的看得非常清楚 嗯 前面前前面下面的五颗牙 应该在一年从一次性的全掉完 可能有一年半了到两年就全都掉完了 一次性掉了 下面的牙都掉了 下面的五颗大牙一次性掉了 嗯 嗯 嗯 因为因为这个情况应该有一年半的情况了 大牙呢或者是虎牙呢下面的虎牙呢也是在这一年之前也几乎都掉完了 没生牙了 我看啊我看他这个家也给我发了照片 可能就是萌牙的上面有一点 嗯 大牙每个会有一个两个的疾态的决定牙了 他的牙是这个状态 那身体呢他 那没有看呀也没有体验 不知道身体会在啊 但是他精神状态是很好 精神状态还是很 对 他的心态跟精神状态看的是很好 有时候通话啊干什么都是这样的 但是没有具体的体验过 他跟你呃是不是保持过通话联系 呃我没有我没有当年持续的联系 我没有当年持续的联系是这样子的 是通过网络还是通过电话 通过电话 哦 那还是对高师高师先生还是一种安慰 他能够跟你了解到您和女儿的情况 那是还是一种安慰的 嗯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这三年当中 在他从2017年8月7号 呃 释放回到家 到今年到现在的三年整期间呢 这还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 呃 起码呢我们能断断续续能有这种联系 呃 但是呢在这三周我们同样的也一样的感觉 这种恐惧和压力随时都在我们随时都在我们身边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这三年中他一直没有放弃 他一直在不停的在写作 嗯 完成了2017年起来中国30万字的网纲 嗯 还有一本书将近20万 爸爸给孩子讲过 是一直在我们手里面我们还没有时间去整理 嗯 嗯 还有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计讨案 就是说中华联邦共和国讨案 这个 还有一个讨案思想计这两个家就有17万个 还有2019年的人权报告有12万个 中文版呢已经 已经公开发行了 英文呢大概在9月份在英国就发布会 嗯 是这样 偶尔也跟你联系 那么为什么突然现在就失去联系了呢 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哎呀我没有想这么多 啊 在我这呢 我都 我 我们已经都做好了这准备 他随时会出 都会失踪 写一篇文章出来 我就紧张两天啊 我就想看吧 每周两天就失踪了 每周两天就失踪了 他经常是一篇文章发表了 他会电话就打不通了 打不通了呢 过上一段时间呢 呃 有时候过一个月 有时候过两个月 他大哥呢 在在以别的情形 再给他办一封新的电话号吧 再给我导出来 啊 好 那又有人正常的给他通话了 通话我们什么一杆词都不能说的 一说了马上又停掉了 那就是简简单单的问候一下生活 就是这个情况 过段时间呢 他又写一篇文章呢 电话又不通了 再等等 再去换个号 再给我连接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的这电话呢 换了换了换了多多次了 是这样 呃 再一个呃 跟和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挺好可以 啊可以啊 跟女儿呢 跟女儿有没有联系 呃 女儿有联系 啊 哦 不没没事 没在一起吧 呃 最近家里面就是出现的 就是出现的比较多 所以女儿从学校返回来 来实施在家里 然后来帮助我 哦 好的 呃 再一个我想问一下 那个 呃 就是呃 高先生委托夫人川的 那个公开信的内容 呃 您觉得呃 是不是真实的吗 我看了 嗯 我认为是真实的 啊 那么是真实的 呃 目前来说 整个 呃 海外的民运朋友 还有一些 呃 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一些朋友 都非常关心 高智晟先生的健康和他的安危 因为呃 呃 高智晟先生啊 也是中国民主呃 运动的一个 我们觉得一个很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 并且他的很多跟中共暴政的对抗激励了很多 我也曾经非常认真的阅读了高先生的呃 2017起来吧 中国 我觉得写的文不仅文字非常好 并且他的思想深度都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去思考的 呃 您有什么话 或许我们这个视频啊 我们将来节目播出以后 或许高先生会知道 你有什么话需要对高智晟先生说吗 嗯 我想啊 我我非常自信的 我就觉得我非常比我的先生自豪 嗯 我先生他在任何的环境下 不管多多恶劣的环境下 他都坚持着坚持自己的理念 追求自己的理念 我我我非常的自豪 所以 我接近他们挺过来 我们全家都支持他 好的 嗯 你有什么话需要给网友 朋友们说吗 因为网友朋友都非常关心 天天都在问我们 能不能打听高先生的下落 呃 谢谢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博讯 呃 通过你这博讯吧 呃 感谢 对 关心关注的这些朋友 关注高智晟的这个案子 嗯 我们我们继续关注高智晟的事吧 嗯 关注高智晟所做的事 关注高智晟所进行的这个事业 嗯 等待有了最新消息呢 我会及时的放在我的推特中 是这样 好的 呃 更合理 呃 将来有高智晟的消息 呃 请你尽快的告诉我们 因为很多 呃 观众朋友都在关心着他 第二个呢 我们也非常希望你们和你和女儿能够 呃 安全平安幸福的在美国生活 如果生活上遇到了一些呃 问题 你也尽快的告诉我们 因为大家呃 都想关心你 实际上也是关心高智晟先生 呃 同时呢 我们也预祝高高先生这一次呢 呃 能够呃 尽快的提 就是说 能够尽快得到的消息 能够平安 呃 当然我们知道高先生目前的处境是非常危急的 但是呢 呃 我们也呃 想跟中共说 就是说 高先生是一个民主方面一个 一个杰出的人 呃 呃 对高先生的迫害是违反人权 也是违反中国自己的法治的 呃 所以高先生的安危 我们都非常的关注 呃 关注的越多呢 也是对他安全最大的一个保障吧 是这样子的 谢谢你们 好 让我们一起 好 我们呃 一起关注高先生 也也预祝你们啊 生活呃 平安呃 祥和 如果有什么问题 也希望你尽快告诉我们 我们会呃 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帮助你的 好不好 对 对 对我们集体发声音 将中共知道尽快的要把高先生要帮回来 对 同时也也希望你不要害怕啊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险境 呃 你都告诉我们 我们 我们希望正义会站在你这一边 啊 我们广有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你们 好不好 包括你的女儿 好 好好 谢谢 好 谢谢耿和 好 哎 好 嗯